我姨妈说啊 第一次很贵的要值一百块耶 你有吗 可三个猥琐男打算空手套白狼 直接脱光衣服 女孩这才意识到上了贼船 撒腿逃跑 可四面都是海 她无疑是无路可走 很快就落入魔爪 反抗立马被狠狠扇了一大鼻洞 无奈之下 女孩美丽只好别过头去 选择任命 事后 她只能默默擦眼泪 表妹察觉不对劲 关心她发生什么事实 美丽也只能强颜欢笑 装作若无其事 她打小就无父无母 跟着姑姑打鱼为生 可当时的社会环境极其艰难 给女孩子的生存空间并不多 直到这天 小玲玉回来了 她在香港的酒吧里工作 上班时要穿着性感打扮腰肉 这种职业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小小姐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 小小姐可以赚到钱 因此她成为了这个小渔村的首富女强人 小玲玉每次回来 不仅会给村民们带来很多稀奇玩意 还会在离开的时候带走几个年轻姑娘 一起去酒吧工作 而村民对此并不排斥 反而极力向其推荐自己的女儿 因为不仅可以给家里少张嘴巴吃饭 还能让女儿去大城市中赚大钱 在七大姑八大姨的簇拥下 小玲玉炫耀着酒吧赚钱有多容易 短短一个月就可以实现穿金带银自由 每天换着带 随后又让村里的姑娘们站成一排 她手里的口香糖是跟随着她出去的门票 但门票只有六张 机会并不多 好在美丽赶上了最后一票 于是隔天六个姑娘就启程了 而这一次也将彻底改变美丽的命运 来到香港后 因为当时正值越战时期 外国的大兵们经常路过香港 因此这里的酒吧得以发展 只是当他们进入酒吧的那一刻 就被这里的前辈们无情讽刺 说他们穿得跟个猴子似的 脚丫子比鸭掌都大 唯独老板和小玲玉知道 这六个人里面必定有摇钱树的好苗子 后来他们六人 被交给了酒吧的金牌小姐培养 只是这金牌心高气傲 而且很讨厌这些乡下来的村姑 见得第一面就吐糟他们满身臭味 这下美丽是忍不了 却是金牌的一巴掌 后来金牌带着他们练习 就是嘴里含着个葡萄 然后说英语 说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洋人 随着这段时间的慢慢摸索 当初的几个村姑稍作打扮 也别有一番风味 而在这个时候 美丽遇到了一位浑血男 同时也是她一生也无法跨越的情关 女人将铁丝高温消毒 随后将铁丝塞进自己的肚子里 很快一滩鲜血流出 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这样夭折了 就在不久前 女人美丽怀孕了 可干她们这行的 怀孕也就意味着失业 大兵见到了大肚子的女人 就会想起自己的妈妈 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就什么兴趣都没有了 也对 还是生意要紧 那就叫她走好了 听到这 美丽很是不甘心 为了能在这里继续坐下去 铤而走险采取这种伤害身体的方式 好在后来 金牌见她如此执着 便让她继续在这里坐下去 不久后 一个浑血男人吸引了美丽的注意 她向隔壁的店老板询问南海 得知她叫湛美 父亲是个美国大兵 而她母亲生下她不久后 便跳海自杀了 后来湛美自力更生 也同时混迹于风月场所 拿着父亲的照片挨个询问 是否见过此人 这时 湛美和别人打架 突然闯了进来 店老板询问她找父亲的进度如何 湛美却表示没有找到 如果找到了 肯定要狠狠揍一顿 你不可以打爸爸 你懂什么 你知道他有多差劲吗 再怎么差劲 爸爸也是不能打的 害得我妈跳海自杀 你知道吗 或许是出于对这湛美的好感 也可能是两人同样无父无母 让美丽对湛美产生了一样的倾诉 两人的距离也越靠越近 湛美时常会租来一辆跑车 带着美丽来到海边甜言蜜语 说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 她最关心的人就是美丽了 美丽此刻完全坠入到了湛美的温柔乡中 同时她在事业上也开始顺风顺水 不少大兵都很喜欢她 希望美丽能跟随自己一起回国结婚 可美丽每次都会拒绝 因为她的心中只有湛美一人 只是好景不长 这天湛美接到领事馆的电话 说找到她的父亲了 湛美着急地想要赶过去 不料身上的情侣纹身被金牌发现 原来湛美这些年的经济来源 全都依靠着金牌 可以说湛美就是金牌的陈世美 她生气地逼问着湛美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可湛美却不耐烦地和她分了 气急败坏的金牌冲进大厅内 拉拽着每个姑娘们的衣袖 是要查出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可轮到美丽时 她却直接亮出了纹身 Jimmy跟美丽 于是美丽为了湛美 提着自己的包裹和表妹一起离开了酒吧 他们在街上找了一个旅馆等待着湛美 深夜 湛美果然来了 而且她很开心 说自己找到爸爸了 还说爸爸要带自己去澳门晚几天 在一起返回美国生活 只可惜她对未来的描绘中 根本没有美丽的角色 还劝说美丽回去跟金牌道歉 说不定就可以返回酒吧继续工作 听到这里 美丽意识到自己错误了 湛美只不过是一个混血渣男吧 她生气地将湛美赶走 从此两人便桥归桥 路归路 只可惜 如今在这湾仔地区是肯定混不下去了 姐妹两人便来到另外一个地方 从湛街重新开始 女人在街上打了个手势 对面的男人立马心领神会 跟随着女人走进拐角处 不久前 美丽和表妹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便来到另外一个地区站街 但也因此 他们被频繁抓进警局喝茶 这里都快成为了他们的网红打卡地了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 他们便合伙开了一个美发店 虽然表面是美发店 实际上却提供着一些其他待遇 但在这里 两个女孩子想要生存下去并不简单 经常被当地的一些小混混殴打药钱 美丽每次都被揍得头破血流 但她依然没有放弃 因为她发过誓要闯出一些名堂案 直到有一天 她找到了一位黑帮大姐 低声下气地请求对方来保护他们的小店 这是她来到香港后的第一次求人 好在最后以五五开的价格双方达成了合作 小店终于得以安宁 后来 美丽一心负责内部生意 大姐大则每日提着家伙抵抗外部入侵者 随着生意的逐渐繁荣 这个从小渔村走出来的姑娘也赚得盆满钵满 成为了比小淋浴还要厉害的角色 但美丽的野心也开始逐渐膨胀 她想做一家更大的夜总会 说干就干 她与大姐大一起将夜总会风风光光办了起来 随着赚的钱越来越多 如今美丽已经年近四十 仍然单身一人 难免会觉得有些寂寞 直到有一天 她之前的老板打电话过来说 当初美丽离开酒吧没多久 越战就打完了 没了大兵的光顾 酒吧也随之黄了 如今她的师傅金牌染上了重点 命不久矣 于是美丽隔天就来看望金牌 看着这个曾经趾高气扬的女人 如今却是这副人老珠黄的模样 她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难道这也是自己的最终下场吗 不久后 赞美从美国回来了 她离婚了 还带着两个孩子 其实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个女人接牌 美丽平静了许久的心再次躁动起来 这么多年了 赞美仍是她的心上人 只要赞美愿意 她可以抛弃如今的一切跟她走 然而她万万没想到 赞美竟然挑选了一个美丽手下的年轻姑娘 说来也是 曾经年轻的美丽她都没爱过 更何况是如今人老珠黄的美丽 于是 美丽亲手将徒弟送进了爱人的结婚殿堂 也在此刻彻底看清了男人这种生物 只是好景不长 美丽的叶总会生意越做越大 眼红的人便越来越多 当地的龙头老大派手下过来弹劾 实际目的是为了吞并美丽的产业 这个时候 是大姐大党在了美丽面前 她泄掉了对方一只胳膊 但奈何对方人多势重 她自己也被对方打得谨慎最后一口气 在与美丽做完最后的道别后 大姐大离开了这个世界 没有大姐大的保护 美丽的叶总会也随之被吞并 失去生意的美丽 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 都会来到金牌当初的那个房间内 住上十天半个月 或许是为了得到一些安慰 也或许是为了下次逆袭而寻找新的机会 但无论美丽如今如何落寞 周围的人都不敢轻视她 因为他们知道 千万不能小瞧女人 那个千万别小看女人哪 你等着好了 用不了多久啊 她一定会另起炉灶的 故事到这里便结束 美丽作为一介女子 出生于小地方 有着一股狠劲与坚强 闯出了一片天地 却在时代的介入之后倒下 然而影片最后的那句 千万不要小瞧女人 却是点睛之笔 哪怕是日薄西山 女人也能够东山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